我发现!我发现!我发现! 昨天的提名日状况连连 尤其西蒙一些候选人认为在不合理的原因之下被取消竞选资格 竞选门2.0今早为此召开记者会 抨击选举委员会滥权和操纵程序 并举出三宗案例 点出选委会违反连结与公平选举程序的事件 我心肯定是否选择击成选举了喔 有哪有哪一是 公平选举 living 也在语举到台湾章之后 特别就由现代言之下 后第2千认本以后 代言之后 量判兵在观察室高伙划 2010年 肯定是协计参加团务的 公平选举和派出 category 但要遭上见 并负贴 而且能力量区域 在担任的主意中的肯定中的肯定 为何他让其他其他肯定 去查一下子 的 Dr.老胡慶 若是确实的 贯本的肯定举上了 它们可以软正的确认 由于充足的资料 和其他的我们的营党 估计要找到,也认识到过程是不一定的练习的练习 约统一样,划勒库吾巴鲁,李琴凯 能够进入选择中心,除了不执行过程 Amino Agosuyuk,担任官员, E.C.A. 和警察总监, I.G.P. 应该选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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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中,针对事件三, 竞选门2.0根据民众提供的线报 揭发阻碍史德兰进入中心的男子 其实是巫统支持者,并于现场公开一段视频 以及出示一些截图证据 有很多报告,这人是一个很担忧的支持者 突然间,他把他的Facebook标准了 我会召唤我的网友 而史德兰也说明,自己在成交所有提名文件时 巡委会并未告知要申请通行证 直到在提名日的前一天才被告知此事 而对方也允许他在当天早上到该中心领取通行证 无奈巡委会却有意拖延,导致他错过提名时间 所以,那天早上,我去到8时 我求求了我的网友 他们说,是的,他们会获得我的网友 但他们没有给我的网友 甚至于9时12时 职员的警察来看我 我认为他们会选择我 但他们说,在2分钟,他们会回到我的网友 但他们没有给我的网友 直到我的网友 他们会被告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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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知道我的网友 当他们发布了我的网友 不论如何 沙鲁阿曼呼吁候选人及民众 在这段日子里要格外小心 因为出现太多不公不义的现象 并呼吁大家要提高醒觉 以继续捍卫民主